这可怎么办呢 哎哟 这车挂了 我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大爷 你在我车面前干嘛呀 小伙子 我不小心把你的车挂了 是我的错 我认多少钱我都赔 但是能不能一个月给一点 我们家实在是太困难了 好了 我也划了你的车 扯平了 你走吧 你这是 赶紧走啊 想赔钱啊 哦哦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哎呀 这可咋办啊 嗯 您是车主吗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不小心把你车给刮了 多少钱我赔给你 嗯 这车是怎么刮的 这刮也不轻啊 这样吧 也不用你赔钱我 正好我晚上有个酒会 需要代驾 你把我送过去在那等我 这事啊 就算了 啊 你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别给我惹事就行 好 赞总 好久不见 呦 林小姐 您来来也不通知一下 我让人下去接你啊 哎 走 哦 这不是我们的大情种 汤小鱼吗 还真是 怎么 当年的大学霸 现在也只能坐在角落里 缩着了 来参加宴会穿得这么寒色 他当初可是连婚房都买不起 还想要娶我 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 这就是你离开我的礼物 当初我为了拼命工作赚钱 维持你的高消费 结果呢 你转头就跟我的主管好上 还偷我的工作方案给他邀功 现在我工作没 你们满意了 你是我的下级 那个方案本就是我知道你做的 你被开除 那只能怪你自己能力 到底是我没能力 还是有人救我 你 我突然想起来 今天的宴会 你不再受邀之列了 我跟别人一起来的 今天的宴会 是王总专门为了迎接 临时的大小姐回国准备的 你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有邀请函呢 该不会是进来骗吃骗喝的吧 康教育 原来现在你在做代价呀 我还真是没有看错 你一辈子就只是个窝囊飞 怎么还会有个代价呢 他是怎么混进来的呀 怎么什么人都能进来呀 别对我有事就行了 还给我 行 哎呦你 不好意思 手滑了 汤小鱼 这辈子女人你抢不够 是 你也没有资本跟我斗 你这一辈子 朱丁只能被我踩在脚下 哈哈哈哈 你没事吧 我是说过别惹事 但咱们也不怕事 我告诉你啊 别动我闲事 他是我的人 我说汤小鱼 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硬气了 原来是傍上复活了呀 你胡说什么呀 就算你傍上复活又怎么样 只要今天我拿下和林氏的合作 你这一辈子都别想赶超我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我林氏是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的 林氏 哼 你该不会是说你是林氏集团的千金林露吧 你既然这么想要林氏的项目 来之前都不好好做下功课的吗 不可能 像汤小鱼这种下等人 怎么可能认识林大小姐 也只有这种脑子有问题的女人 才会喜欢上 还在这冒充林小姐 对 初二 那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还不赶快把这种人赶出去 对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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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轩 你家吼什么 范总 这里有个疯子 敢冒充林大小姐 我正打算叫保安把他赶出去呢 呦 林小姐 原来你在这儿 抄理半天了 范总 住嘴 这位是林氏集团的千金林露小姐 就你这样的人 还想拿下我林氏的项目 林 林小姐 对不住啊 都是我有眼不知泰山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公司真的不能丢掉 这次和林氏合斗的机会啊 想要机会嘛 也可以 不过啊 得问下我的私人助理 汤小鱼 只要他同意 我就给你们这个机会 怎么啊 还不情愿 要不就算了 别别别别 小鱼啊 刚刚都是误会 对不住对不住啊 快快快 去询他 对对对对 对不起 是我爱慕虚荣 我对不起你 请你原谅我吧 对 我回去就骂他 哼 你们也别假惺惺当心 你们一个背信弃义 一个贪慕虚荣 你们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得到合作资格 我 我 听到了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请吧 还不快滚 那个 刚刚你说 我是你的人 当然是为了气他们 不过 我说的也是真的 别误会啊 我说的 可是私人助理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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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 等一下 今天是和女朋友 在一起的纪念日 说好了不迟到 你帮我去个班呗 你就当帮兄弟个忙了 好吧 好 走了 快写吧 今晚方案就得交上去了 我是真的写不出来了 算了 我帮你看看吧 那你直接帮我写了 得了呗 啊 写了啊 哎 这次北川的方案写得很不错 客户特别满意 所以我决定让北川提前转正 小鱼 你可得加油啊 你们可是同一批进公司的 下次请你吃饭 这次你总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了 这次还是多亏了汤小鱼那个傻子 哄他两句 让他做什么 他都做什么 比我养的狗都听话 哎 那他后面会不会跟老板说 那个方案是他做的 那个项目本来就是我的 是他自己非要帮我做不留名 就算说出去 谁信啊 哈哈 小鱼 你这是又买什么好东西了 这个 陈总 哎 小鱼 上次我托你买的项铃到了吗 我家里那位一直在催我 哦 已经到了 晚点 我给您送过来 最近细米露要过生日了 我正愁不知道送啥了 反正你也没有女朋友 要不你先借我应允其 之后我把钱转你 哎 你 这个客户是你约的吗 你说的哪个客户 还能有哪个客户 上民集团的归国千金 林小姐 你装什么傻 我还以为你一直是个老师 没想到 暗地里想要客户 你要是想要客户 你可以跟我说呀 为什么要在背后 搞这种职场小动作呢 你就这么喜欢抢别人的啊 抢别人东西的是你才对吧 是你嫌客户太麻烦 对接的事都交给我 现在客户指定要我付责 你却跳出来说是我抢你客户 还有你自己的能力你不清楚 你连转正的方案都是 汤小鱼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不工作在干嘛呢 老板 你来的正好 汤小鱼没有证据 抢了我的客户 倒出一耙 还非说我的转正方案 是他写的 我是没有证据 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 我不喜欢说谎的原理 老板 这种人就应该开除 想让我走可以 把我的项链 这项链是我自己买的 你不会连这点便宜都想占吧 哦 你确定这项链是你的 确 确定了 这明明是我让小鱼帮我买的 怎么就成你的了 老板 这项链是你的 你 老板 你听我给你指示 我们公司不需要没能力 人品还差的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 一经查实 立刻开除 等我慢走